气爆事件之后高雄市政府规定了这灾区的管线是不可以再使用 但是呢现在石化业者却是每一天加派了60辆的油槽车 相当于是60吨的瓦斯在街头乱窜 简直像是会移动的炸弹一样让高雄的居民人心惶惶 另外在第一气爆点也发现了市政府管线途中呢 根本没有存在的幽灵香寒 疑似就是爆炸的货源 整个住宅区变成一片废墟 原因就是输送丙息的管线漏气大爆炸 高雄市长陈菊也因此落下狠话 受灾的地区所有的石化工业的管线 都不如恢复使用 应该的啊 所以住宅区里面根本就不可以有石化工业在这里啊 管线不回埋让住户暂时安心 但融化跟中石化的解决方案 就是加起来多派60辆的油槽车 让一万吨的丙息在街上爬爬走 这又让居民给吓坏了 它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啊 在高速公路行驶啊 或者在道路上行驶的话 是不是造成更大的损害 面对会移动的不定时炸弹 高雄市民人心惶惶 因为就算会管制路线 但就怕跟气爆现场一样 突然冒出一个政府都不沙沙的隐藏乡函 检查官日前到现场勘验 发现管线途中根本不该存在这个乡函 而它还有可能就是整个气爆事件的火源 潮湿的乡函将金属管线腐持到跟纸片一样薄 继黑管以后又出现黑色乡函 一串连环报增加的是高雄市民的恐惧 记得成都群王清玉高雄报道